我們之前拍了一個世界最大的磚洞機具了 今天來拍一個最小的瓦洞專家 我們這樣子會不會越拍越像Discovery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生少年 由爆琵琶半折免千呼萬喚使出來 好 在我們拍完這麼多大型工程跟工業工程的影片之後呢 其實大家非常敲碗 就是希望能夠拍一些簡單DIY 或者是一些Maker 不要每次都搞這麼大 於是呢 這一集就是我們從網友的留言許願池當中 挑出了一個 它其實前幾年在國外就有很棒的工具 但是其實在台灣一直沒有上市 不過到今年 台灣總算上市啦 所以呢 這一集呢 我們要教大家 首先我們從最簡單的 它的這個盒子 它打開盒子之後就是這樣子 然後發現 我們開箱非常不拖一袋子 完全不拖台前的 反正打開裡面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威克4呢 它這個電池其實 以前就有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你會看到有一些 垂液機大砲 洗車機 不要再換 我沒裝水管Puzzle 愛愛小夜燈 總之呢 電池系統的話 其實是長期看我們頻道的朋友 你應該都已經算是耳如目藍了 那但是它這一組到底有什麼樣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 你有沒有看到有一個 以前我們在做磨刻機 或者是不管你是刻木頭啊 刻一些玉石啊 還是你在刻一些金屬的時候 你們通常都會使用一個 空壓機 那或者是呢 在傳統的裡面就是我們會比較有一個大的磨刻機 而威克4呢 他們最近帥氣啦 你看 他們就是把它做成是一個 小電池 然後它像是一個 電源的供應器一樣 然後旁邊呢 這個就是以前很像我們的調速器 而當你把後面這個接頭插箱呢 比如說 轉換成到這個電腦鐵上面 按下去了之後呢 它就變成電腦鐵啦 像以前我們電腦鐵 當然就是要去插一個 100億的電源嘛 然後再 拉延長線在那邊拉 那我們在很久很久之前有介紹大家一種 就是用瓦斯加熱的電腦鐵 那它這一種呢 就是 又比足掉瓦斯加熱 而且它上面有一個 就是你能夠調整你上面的溫度 你要升到幾度 然後最高的溫度呢 可以升到480度 但是有一些你如果 製作一些工件的時候 你溫度不需要這麼高 或者是你怕它變質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溫度往下降 好的所以在這個巷繩裡面呢 它基本上就會有兩個工具 一個電池 電池轉換電源的線 充電器 然後還有一個 這個裡面有放一堆小頭的小盒子 就是可以讓你 就是收起不一樣的金剛砂的鑽頭啊 然後拋光的砂紙啊 好的那當然有使用磨刻機的朋友呢 大家其實都有經驗 就是你不管能夠使用在 在木頭上 玻璃上 金屬上 壓克力上 塑膠上面 或者是其實你只要想得到的材質 基本上磨刻機在做仕上 在做一些小部分的處理 然後它都是非常通用的 但是它可能在真的要大型工業上 或者是重工業上 它基本上就是 講回磨刻機 磨刻機它其實 它在它的工具頭裡面有非常多種 通常大家看到這麼多 如果小頭的時候你一定會 複雞灰灰 然後你通常也不太知道 它到底是什麼 沒關係 今天操哥哥就來教大家 就是這一組東西 到底要怎麼分辨 跟怎麼樣使用 首先呢 我們從從看的上半步看 它上面呢 你看這個圓形的小砂紙 圓形的小砂紙 它要怎麼樣裝在磨刻機呢 你就會看到這個東西 旁邊有沒有一點橡膠頭的感覺 所以在這個大的砂紙 你就直接把它塞進去 然後它上面這個有一個 十字的裸壓 它其實就是像一個擠壓的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膨脹螺絲的概念 然後咧 它在旁邊這裡有一個 很像是一個鎖匙的一個符號 那這個鎖匙的符號是幹嘛的咧 鎖匙符號呢 其實就是壓住 然後讓它的上面鎖匙的 所以當你把它鎖緊了之後 它上面就會固定 不會跟著旋轉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你要的頭 好 轉進去 來 鎖匙壓下去這樣子 然後做一個安全的動作 把它轉緊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拿來研磨任何的東西 接下來你會看到旁邊這裡 好 這個很像是螺絲頭的地方 你會看到旁邊這個啊 有這種軟軟的東西 它叫羊毛輪 那羊毛輪其實有分非常非常非常多種Size 跟非常非常多種的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緊密度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螺絲就這樣子 往下插這樣子 轉轉轉 然後把它轉緊了之後呢 你就會把它拿來拋光了 那拋光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到拋光膏 好 所以這個時候 各位朋友 你就會看到這個下面 它有1234 就是這幾個桶子 然後它裡面有一些是沙子 我剛剛看到一個這個 拋光其實就是這個 又是有分非常多種啦 就是我們真的在工業工程 你會看到不鏽鋼的拋光 或者是一些什麼玉石的拋光 然後或者是一些石材的拋光 關於拋光 我們會額外再另外拍一集 然後給大家做意義的介紹 不過大家就知道說 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它是拿來拋光的 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個頭 你們大家學會了 知道它是什麼目的了之後呢 旁邊這個 有一個看起來什麼東西都沒有 但是它上面是一個一字的小螺絲 這東西大家很小心 我們以前很常把這個頭用不見 然後它是一個長長的 下面有螺紋 然後有兩個很小的墊片 這個墊片很重要 墊片不要亂丟 然後呢 這盒子下面有四個小盒子 那這四個小盒子呢 你把它分開打開 它就是各種不一樣翻號的砂紙 一片一片 從粗到細 我個人建議啦 其實大家不一定一次用一片 因為你在研磨的時候啊 它會損耗得很快 而且有的時候 我們在做一些東西的時候 要吹它嘛 吹它你懂嗎 吹的 唯一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你在磨的東西的時候啊 你千萬不要讓你的前面這個螺絲 去打到你的東西 打到你的弓箭 不然有時候我們常常拋 拋到400號600號 然後一下之後 你就要重回100號 或者是重回80號 開始把那個痕跡抹掉 北瞭鋼 那接下來 我們上半部已經完全懂了之後 我們來看下半部 下半部呢 它雖然跟上面長得有點像 不過你會發現它很多的細節都長得不一樣 好比說它從左邊到右邊 這邊有一些閃閃發亮的柱狀磅狀體 這些磅狀硬硬的東西 雖然這個頭跟這個頭它長得很像 但是它們功能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在這右半邊呢 都稱為金剛砂魔頭 它也是金剛砂 它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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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金剛砂的用途呢 其實就是拿來雕刻 就是比如說刻一些玉石啊 金屬類的東西啊 或者是研磨一些馬力啊 木雕 這個同學問得非常好 但是木雕通常是會用削肉 削完之後它就是用砂紙去做研磨 我個人啦 會用在一些塑膠模型上 然後或者是用在一些金屬件上 然後或者是我們去拖辣鑄造銅件 不鏽鋼件 它旁邊都會有一些小氣孔 或是刷層的地方 那我們都會用這種金剛砂的頭去做修飾 所以金剛砂的頭 你從小可以看到這麼小 你從大可以看到這麼大 就它有不一樣的配置 跟裝不一樣的磨刻機 然後它會使用不一樣的大小 那我們右半邊 現在講完了之後呢 我們先來講左半邊 左半邊其實這個在我的使用當中 你就是使用在一些玻璃纖維 或者是使用在一些木頭木工上 所以當你只要看到它的這個上面 你會看到很像我們在用電鑽的正位的那種感覺 然後旁邊 手稍微摸起來有點萊萊的那個 那通常你就拿來挖木頭 或是拿來挖玻璃纖維 有一些我們在做 像銅或鋁 鋁鋁米的時候 其實你這上面有一些像作品要簽名嘛 在平面上你想要刻一些 形狀或花樣的時候也會用到 它會依照這樣子不一樣的金屬材質 而對應到你可以使用的不同弓箭上 不過通常 木頭是一定都沒問題的 很硬的木頭有問題 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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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許孝順的老梗 你在往下拉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想必在我們頻道的朋友都不陌生 這些東西 它就是像我們在RENDA也會用到 然後它就是鋼絲刷 那鋼絲刷可以來幹嘛 比如說去除一些鐵鏽 然後或者是 再做一些比較 曲面或者是比較深部內部的拋光 那你一定想說 煞輪機的功率比較強 然後為什麼不用煞輪機呢 因為 有個洞比較小 所以你當然需要一些比較小的工具 然後去做一些才能夠比較優柔的 尤其是金剛刷 你千萬一定要戴上護目鏡 因為它很容易噴 它在打開的時候 它會就這樣子 它就會甩開 很像是一個瘋狂的哨把頭一樣 它會這樣子 除漆除袖除老婆 那金屬色的刷子 跟銀色的刷子 還有旁邊黑色的刷子 它其實 他們就是擦在它的軟硬度不同 所以大家可以去 依照看你是要清潔用的 還是你是要除金屬用的 還是你是除比較軟金屬用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用這些東西去處理 然後你旁邊也有看到這個 很像軍頭形狀的這個東西 我們裡面的這個夾頭 坦白講也是一個耗材 當你的夾頭歪掉了之後 其實你就很容易造成東西的偏心 也就是說當你有時候發現東西夾不緊 當然有時候是夾的零件的問題 但是也有可能是你這個裡面夾頭的問題 好啦我們順便開箱這個東西 也順便教大家在魔科機上面 你大概會用到的一些東西的小知識 所以呢 通常你這種盒子就是關起來 就是一種強迫症的聳而已 好啦那除了他們這些東西之外呢 還有什麼呢 當然還有別的 當然有些東西就是 台灣現在才剛進口 那有些東西其實他們已經設計好 但是台灣還沒有進來 那我以前有玩過 所以他們應該陸陸續續會在 不同樣的時間點會出不一樣的產品 它的系統都是一樣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像控壓元件一樣 它就是一個供應的母體 然後你就可以換不一樣的頭 去做不一樣的事 好比說如果有一些朋友 你都常常會覺得 看我們頻道在用撒輪機 但是你還是會覺得很危險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這種比較小型 或許是你自己處理的工件 或者是你做的模型 不需要用到可能細音級的撒輪機 或者是你不用到七音級的撒輪機 那你可能做一些小的修改 那他們當然也有出一些撒輪的切片 就是比較小型的可以使用的 那或者是你今天在學校教學 那你會比較怕小朋友危險的話 我覺得這類的東西 你就可以去考慮去選擇 然後呢 另外一支 加熱槍 我們又稱之為熱風槍 熱風槍要給幹嘛呢 吹頭髮 不可以 太熱了 你通常有沒有在常在做熱塑套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做水電 我們在接電 或是做弱電的時候 那你就會使用到熱塑套 或者呢 就是你要用在服裝產業上 你需要把你的徽章 然後把它燙在你的工作服上面 你都可以用這類的東西去燙 你就不需要用一個熨斗 然後在那邊慢慢加熱 或者是你是高點業的 高餅業的 你需要有東西把它融一融 或者是巧克力互相銜接 或者是有一些模型呢 如果你上漆之後你想要它吹乾 那你是一個老司機的話 其實 像我們有時候會防止那個落塵 掉下去跟漆黏在一起 我們就會用烘燈 或者是一些加熱的方式去烘它 然後呢 之前呢 在很多網友都會問我們說 他想要買空壓機 因為他想要做小模型 做小噴漆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種小型的空壓機 其實不太好 那這個時候 MakerX造物者 就成為你家裡的救星 就是有一些 不是每個人家裡面都能夠 然後塞個空壓機 你知道有一些隔壁鄰居生氣壁 或者是打剛剛在那邊吵的老半天 你家的東西就 噔 震一下 然後打電話過來抗議 就常常會有這種壞鄰居嘛 但是這種東西 你看喔 當它在打氣的時候 我等一下按放 手機在震動 對 手機在震動 然後它的用法呢 其實就跟噴筆一樣 就其實如果你今天是做人體彩繪的 還是你是做一些電影道具的 然後有的時候難免我們都會出外場 它一樣就是用一顆電池 然後它下面呢就是它的加壓罐 那它在裡面呢 有附一個小刷子 就是讓你去通管子的 然後跟一個小滴管 好比說夏天很熱的時候 但是各位小朋友請注意喔 就是當你今天是用大的噴槍 或者是用那種W7的內類噴槍 就千萬不要對著人噴喔 因為我們剛剛用的是一般的水 好一般的水喔 記得飲用水 那如果你今天是使用任何的漆料 還是你是使用有機容劑 千萬不要對著人噴 只是唯獨唯獨 如果你真的要我嫌棄它的話 就是我們以前其實 我們老司機們在用噴筆的時候 自己的手持其實都會比較習慣 就是用這樣子抓然後噴 就噴一些模型 還是噴一些小東西 那它因為為了要加壓空氣 有點像是它的compressor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就必須要用手持這樣子 我覺得可能對一些比較老還店的 不是 對一些比較老司機的朋友 他可能會不太習慣 然後它後面這邊一樣有個調節鈕 也就是你在轉緊的時候呢 它後面的這個控制呢 就很像是你在頂針的距離 所以你要噴大的時候 它的量就會打比較開 如果你今天想要噴的量比較少 或者是你在最後做層次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把它關得比較小 其實跟我們一般噴槍的使用方式是一樣的 它裡面這個棒子 其實它清潔的東西也比較少 就一般像我們一般在做一些噴漆的清潔一樣 就看你的調泊劑是用水 還是你是用香蕉水 還是用什麼有奇怪的有激溶劑 把它就一樣清洗完之後 那用回去就好了 好了 看這樣是不是很方便很輕鬆啊 你只要用一顆小電池 你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喔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超人生少年 對於這種輕型小型DIY手作的朋友們 要特別做的一個開箱節目 通常我們做完一些大型工程 那同時也會做一些比較小清新小勸信 然後小手作的一些就是工具的介紹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或者想要看到更多工具的開箱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你支持我們的話 也歡迎你加入我們的會員影片的頻道 然後也可以多多幫我們分享影片 然後讓我們能夠得到更多更多人的支持 對了各位Youtuber的朋友 就是我們在IG上面有做一些工業磁碟 所以你可以到超認真的IG上面 然後只要hashtag點那個工業磁碟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可愛的美邊小櫃的櫃姐 然後幫你們做的很多工業磁碟的設計 跟介紹 其實我們製作人最近也開在抖音 但是我也不知道開在抖音要XX 反正就是如果你沒事的話 你有抖音你也可以關注我們喔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超認證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託 老闆你今天都沒超工作 欸怎麼沒超工作欸 這也是超認證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託 就是有時候有一些東西 你就真心覺得它真的很不錯 但是大家就想多了 就是我們真的沒有 沒有特別在為了錢講話辦事 我們是這種人嗎 不是 不是 不是